大家好,我是心妈 今天分享一款小米苹果粥的正确做法 这款粥也是我一直在用的服劈益气的食疗方 它的味道清甜口渴 家里的老人小孩都很爱喝 可能有一些朋友会觉得他俩怎么能搭配一块 你还别不信 这俩搭配在一起不仅口感好 更在营养上形成完美的腹部 下面随着视频一起看看具体做法吧 首先准备一个苹果 用食用盐把它洗干净 苹果里面含有各种糖维生素C 钾核心等好东西 苹果洗干净之后 把它切成苹果粒 切好放一旁备用 接下来准备30克小米 接着再准备一小节铁棍三药 重量为30克 去掉皮把它剁碎 接着再准备半根胡萝卜 半根胡萝卜是20克也是切碎 然后把这几种食材全部放入砂锅中 加入适量开水 大火煮开 小火煮上30分钟 时间到了之后 打开盖子 小米苹果粥的正确做法就做好了 这几种搭配在一起香甜沦落 而且非常好喝 喜欢的朋友不妨收藏起来试一下 不妨收藏起来试一下 优优独播剧场—— esta几次